迷你世界中的沙漠有一个用砂砖砌成的房子 在这个房子中住着沙漠老人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沙漠中只有一个商人 那就是沙漠老人 错 其实沙漠中还有一个隐藏的商人 你们难道不好奇这个商人他是谁吗 如果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沙漠老人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沙漠老人非常的奇怪 他居然非常喜欢收西瓜 我们把收集好的西瓜送给沙漠老人 他就会给我们绿色的星星 并且这个星星也可以在他这里买东西 那么隐藏的这个商人他究竟是谁 我和学姐发现 那就是沙漠深处的绿洲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是沙漠的最深处有一个绿洲 在绿洲中有一个商人 但是这个商人长得非常奇怪 他居然是八字胡 并且用头巾包着头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 沙漠商人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而且这个家伙非常的奇怪 他一直在直勾勾着盯着我们 你们看 他根本没有转过自己的头 所以迷你世界中的沙漠 他不只有沙漠商人 一个商人 他还有白帽子商人 你们知道了吗